什么时候会爆发 现代的核武 这个核子大国 我们都晓得 这个核武都是用电脑在操作 不定什么时候 这个电脑发生问题了 灾难就来了 或者是一个冒失的人 错误的按了一下 世界就毁灭了 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 我们今天得到了一条生路 这个生路 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我们一条生路 我们不怕死 我们对于灾难没有恐怖 不经不布 为什么呢 已经看到了 这个必然的趋势 心理上已经有万全的准备 随时可以走 随处可以走 往生的保证 保证书 就是净土 五经一论 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保证书 我们今天拿到了 不是说这个书在你手上 你就有把我往生 那不行啊 做到 对于 这个六部经论 只要受持一部 任何一部 居足 性结 行政 这就是你的保证书 那么现在 我们一般同学们 大概 性结 有了 行政呢 那就不知道了 你自己要多想想啊 你们天天在这里听我讲啊 结大概有了 如何落实 如何把它做到 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反省自己 常常检点自己 这比什么都重要 佛在经上叫我们做的 我们有没有照做 佛在经上不许我们做的 我们有没有违反 最简单的 最基本的 是善业道 从根本修啊 三幅头一条啊 孝养父母 奉死死长 慈心不傻 修实善业 这一条做到没有 这一条要是没有做到 往生就没有把握 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呢 什么时候做 今天就要做 不能等明天呢 明天再有明天 扬扬无期 那你就错了 就要干 做给社会大众看 这就是转移社会的风气 今天社会人不知道孝顺父母 我们要做出特别的孝敬 我这个做就是教化众生 教肖啊 现在学生 不尊敬老师 我要较劲啊 我在任何地方 我们的课堂 挂着老师的相片 念念不忘啊 出家人不忘记护法 我们护法照片 也挂在讲堂 他们的精神 永远与我同在 家亲眷属 老师护法的后人 我们常常念在心上 他有困难 我们会尽心尽力帮助他 今天社会没有道义 没有仁义 没有情义 没有恩义 我们要统统把它做出来 用我们真诚的心 感化众生 我们只要认真努力去做 不要去问效果 不要去问效果 永远去做 时时刻刻都在做 我们相信会有效果的 总有一些人 像阿南强 亿万人当中 总有一两个 他看出来了 他体会得了 他明白了 他觉悟了 有两个人 一两个人 就有三四个 三四个人 有三四个人的时候 就有十个八个 我们不能看 哎呀没有人 没有反应 算了不做吧 错了 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